昨天晚间八点多 高雄岗山一处铁皮工厂突然传出大火 由于内部堆满了易燃物 还有五十加仑的汽油 火势一直延烧到今天清晨四点多才获得控制 火光直窜天际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高雄市岡山区嘉兴路的一处铁皮工厂 二十六号晚间八点多传出火警 火势猛烈还伴随阵阵恶臭 让附近居民都吓了一跳 由于工厂旁边紧邻的就是妈祖庙 加上内部堆积许多易燃物品 甚至还有五十加仑的柴油 因此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出动五十一台车一百五十二人 还有怪手同步开挖 清除路来深入灭火 生怕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它是当仓库使用 工厂当仓库使用 它里面有储存五十加仑的柴油 还有塑胶 还有橡胶等易燃品 那我们为了防止燃烧到庙宇 我们的布水线做好 做事往路防止扣大燃烧 柴油及易燃品助长火势 消防人员漏夜抢救 仍然无法扑灭 为了防止燃烧到庙宇 以及波及附近民宅 一度疏散附近居民 索性在燃烧约七个小时之后 终于在今天凌晨四点四十分 获得控制 燃烧面积粗骨约上千坪 而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